延延夏日有什么清凉解手的美食呢? 在夏天离不开吃苦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苦瓜新吃法 清凉解腻,先苦后甜 上桌就是一道拿手菜 做法非常简单 下面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少许枸杞 先给清水清洗干净 洗好以后放入碗中 倒入半瓶八年的雪碧 雪碧配蜂蜜甜甜蜜蜜 一新又一亿 放入一些蜂蜜 喜欢吃甜的少放一点 反之就多放一点 雪碧和蜂蜜都能中和苦瓜的苦味 吃起来更加清凉爽口 用勺子搅拌均匀 放到冰箱冷藏备用 准备一根直一点的苦瓜和香蕉 苦瓜去头去尾 切成十厘米左右的长段 找一把咬饭的勺子 先在苦瓜的一端轻轻的怼两下 然后再从苦瓜的另一端轻轻的推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苦瓜瘤取出来 再用小勺子把苦瓜瘤刮干净 苦瓜里面的一层白瘤非常苦 一定要取出干净 把剩下的苦瓜处理完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接下来起锅做水 放入少许盐 少许小苏打 放盐和小苏打可以防止苦瓜变色 营养流失 水开以后再放入苦瓜 开大火在锅中煮两分钟左右 边煮边搅拌使其受热均匀 煮熟煮透 煮至苦瓜变成深绿色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放入冷水中浸凉 经过冷水浸泡 可以防止苦瓜变色 浸凉以后捞出控水备用 准备好的香蕉扒掉外皮 然后把香蕉塞到苦瓜里面 动作稍微轻一点 不要把苦瓜搞破 塞满以后用刀把它切断 剩下的香蕉塞到另一半苦瓜当中 用这种方法将所有的香蕉苦瓜处理完 然后切成半厘米左右的小段 就这样香蕉和苦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在夏天酒店卖这道菜非常火爆 一根苦瓜一根香蕉能做两盘菜 一盘菜卖38 因为这道菜不仅好吃好看 而且寓意非常好 苦尽甘来 红红火火 同甘共苦 切好的苦瓜摆入盘中 浇上冰凉的雪碧蜂蜜水 一道清凉解腻的苦瓜酿香蕉就做好了 吃到嘴里 鲜苦后甜 伴随着苦瓜的爽脆 香蕉的软糯 蜂蜜的清香 那真的是人间美味 学费的同学赶紧收藏起来 动机手来做一下吧 不好吃 您提了苦瓜来找我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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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